天才! 勝利的妖狼男人 我就是 嗯?怎麼會這樣? 厲害,又是沒有語音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黃雲 最近藍隊的準手又是登錄了全新劇場版的角色 他是來自瓶狗武器的中鋒南鄉江一郎 我慶祝勃勃打開這傢伙的界面 我發現這傢伙又是沒有語音 目前已經是第二傢伙沒有語音 上一傢伙被獨瓦的角色 同樣是來自劇場版的小田龍正 啊糟了,我到時深愛覺五代出來 是不是好像這樣 又是獨瓦了 然後三傢伙直接站在一起 成為瓦佬三人眾 成為瓦佬四人 五代三 等一下,五代 大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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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這個就是契機 這段影片我幫大家盤點一下 藍多漢章的內容 那些日文的聲優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其實這段影片裡 很多聲優是一個人配了幾個人 而且其中幾個反差很大 還請我分享一下我對這位聲優的印象 和分享一下對她的印象特别深入其他動畫和遊戲的角色 不過如果真的有些聲優太想記的話 就免費大家時間,我就幫大家直接跳過 不說廢話了,正片開始了,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在講人之前,我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南丹珍的配音事務主要是由一間叫青兒Protection的聲優事務所去負責 其實這間在日本算是很老牌的聲優公司 其實很多一線的聲優都是這間出身的 甚至有些作品整個配音項目都是等青兒去包辦 譬如無雙系列 先來四大名隊各自隊長,分別是長陽隊的花型頭 靈艦的魚豬順,雙北的赤木光獻和海南隊的牧生一 他們的各自TV版內只配了我才提到的角色 這點有點驚喜 接下來就是我們雙北三巨頭之一 郭田的配音,李奈順夫 他除了配郭田之外,還有配長陽的先發控衛伊藤卓 靈艦隊的越野宏明 絕對我們才會贏 還有那位海南外星人公益義犯 你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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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配音鋼本紅子,還有配長陽隊的高野 沒錯,就是那個被鷹木打爆的那傢伙 以及三蒲台的川羽劍 下一位高公王 他的配音叫鹽谷浩生,還有配靈藍隊的直草 海南隊的武藤正 以及大家在遊戲中很熟悉的火鍋神 長谷川一致 還有那個神台字 MASAKA 沒錯,三蒲台的光頭佬也是他配的 就是,又是一人配四個隊的球員 而且這幾個球員反差都挺大 他配高公王那時就是那些肥頭得意 長谷川那時三井好像差他幾十萬 又或者好像武藤正那些 作為海南的正算夠串 就是我很佩服他的功力 那順便看看龍珠裡面最有趣的那個BOSS 就是肥嘟嘟的魔人布奧都是由他來獻聲的 OK,下一位金毛飛大藍紅二 配音神樂延連 當年還沒改名之前叫林延連 那這位聲音又比較出名 我們先說說他藍東章裡面配音的其他角色 首先說說我們雙北隊三巨頭之二的黑皮耶穌潮騎之士 然後是長羊隊KDF2號永野滿 就連雙北隊一連級的那些想技後備石井健太郎都是他配的 甚至乎你在雙北的板凳席上 你可以看到這種自然自癒的神奇場景 大了,一年,一年 當然,最終戰 當然,當然還有他 我覺得他配的阿神真的配得好 跟大藍的時候那些搞笑玩的不同 阿神是那些看起來好像偶偶的那些單純 但純得來是有堅毅在裡面 有把阿神的特質都演進去,非常之好 除了這角色之外,神奈賢連都配了很多經典的東西 包括好像水瓶座的星斗士 CAMU 二次元的絕對歌神巴沙娜 雖然他是配音那個不是唱歌的 但他也有把巴沙娜的那種撒脫不羈 即是捉得好到位 不過我覺得令人最熟的都應該是那個人 就是幸運依這個詞的創子人 Fate系列的槍兵 狗哥 Fate系列的槍兵 最後都是英木軍團裡面最有頭有面的人 水戶楊平 楊平真是超棒,我超喜歡他 楊平的人氣比球員還要高 我覺得作為兄弟,楊平真是太完美了 又英俊,又打得,情傷又高 又默默地支持你 很多次不計回報幫助你 即是你人生你認識一個像楊平那樣的兄弟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死而無憾 或者不是開玩笑 整個納兵的最了解英木花道的 始終只有兩個人 一個就是楊平 第二個就是劉川楓 他配音深川指指其實也算演繹得很成功 楊平你見他偶爾都會笑騎騎 但他認真的時候 你是可以感覺到那些氣場的變化了 老實說楊平不是經常搞笑 但他配的另一個角色搞笑的時候就多了 即是他就是海南隊的孖子,清田信長 清田和楊平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類型 楊平的內在其實是很沉穩的 那麼清田而已 完全是那些膽生毛的角色 你覺得他有什麼害怕? 什麼都不害怕啊 不過當然他確實是有寸的資本 你想想在海南這個高校一年級 他就可以做到先發球員 而且還是海南的得分手 一米七八可以格扣如絕地證明身體素質好 防守都不錯 其實基本上對他一個人在防流川 就連最後一個絕殺三分隊的擋下來 即是可以這麼說 只要他不受傷 以後的海南隊都是他來作主 而且一目都對他很認可 去哪裡都帶著他 所以深川指指的配他的時候 除了搞笑之外 我覺得有將清田最重要的特質表現出來 就是那種狂傲 但充滿自信 即是大別是那句 除了灌籃 深川指指還配了兩個神角色 另一個就是火影中我最喜歡的那一代火影 四代目的火影 暴風水門 另一個就是遊戲界中的一個傳奇大BOSS 自帶專屬BGM的編譯天使 薩菲羅斯 在那時的痛恨是否記得 是暴風水門 現在再次忘記了痛恨是否忘記了 比較過癮 就是在鷹木軍團的時候 是楊平成的帶著大南周圍廣 在海南的時候反過來 是阿神帶著清田 既然雙北三巨頭都說了兩個 不差最後一個都說了 就是我們的安田靜春 那幫個配音小野版昌夜 亦都在南越多中間 配了另一個出場率很高的角色 他就是靈籃隊的球員詞典 尚田彥一 至於小野版昌夜的其他作品 我最有印象的 首先第一個就是網球王子裡的屠城舞 以及無雙系列的我們的丞相諸葛亮 和他旁邊的招魂 好的下位是我們的高人氣教練 長榮隊的藤真健師 那幫他獻聲的屎谷 當時也是非常典型的英俊聲線 只不過他的聲線裡面會多些沉穩 我覺得他演繹的藤真其實都算是非常到位 除了配藤真之外 屎谷他就配另一個角色 他就是另一個男的後備中鋒 沒錯就是魚主落場時被赤木按在地上捉的後備中鋒 除此之外 屎谷他就配了兩個高達駕駛員 首先第一位就是駕駛F91的西布頓 另一位就是0080的巴尼 啊不行 真的很傷心 很想哭 那比較遺憾一點就是史古根史先生 2018忽然腦中鋒 最後是搶救無效的 享年才56歲 其實還很年輕 真的非常可惜 OK 下一位超級後級的籃球手 仙道章 就是幫他配音的那個大眾方中 好坦白說這個聲音 我是唯一一次聽他配這麼年輕的角色 其實嚴格來說 從聲線上說他是有點老餅的 不過功力還有 因為他把仙道的淡淡定 有淺淺的氣質捏得很準 然而他配的另一個人 居然是他 另一個還配一個經典到八個角色 沒錯就是我們的志來也 好 下一位又是我們寧藍隊的成員福田吉少 一位又是他 他與他有招數 他這位是他 是他 是他 那幫我配音石川英龍 再配其他隊的小田龍正 然後再配音石川英龍 還有其他隊的小田龍正 繼續是輪胖的 TV版是石川英郎配,劇場版的聲音都已經不在了 石川英郎也有配了很多經典的角色,例如我們眼前的最中暗身八角主角,Leon 和火影中的絕對男神,宇治波遊 SASUKE, 再次吧 就這樣完了嗎?那又還沒?其實他在南東東中還有一倍的角色 相信很多人心目中他才是最強的中鋒,心中寬 哈哈哈哈, 伯父, 斬鎖了 二人或三人躲在樓上, 我喜歡上去看 終於到我們雙北的副隊長,石川英郎高木武公賢 天才是天才, 天才櫻木 哈哈哈哈 金根君 引退了, 因為這天才的負責 哈哈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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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幫他配音給田中修幸, 除了配音之外, 每一集的龐白都是他來做的 小北六番目的男 老實說, 其實從聲線來說, 我覺得都是老餅那些 但這種感覺又成熟穩重, 你也知道木武這麼好人 又出奇地夾我在他身上 這樣又令我想起英木其實適合入籃球隊的時候, 四眼哥哥真的幫了很多 反正就是好好人 田中修幸, 除了配的木武之外, 也配過一個非常酷的黃金聖鬥士, 獅子座的阿歐尼亞 而且他仍是從最早八十年代的第一季聖鬥士到最新的黃金雲 三十年時間, 一直都是阿歐尼亞的他配, 基本上從來沒有換過 你要知道星矢其實已經換了三個人 OK, 下一位是我的大本命角色, 電剛火石功勝兩天 嘖, 我就能夠避免 那幫他配音的嚴谷也在劇中, 都是配這個Dr.T的 沒錯, 偶爾彈出來解釋規矩那個 大抵是次的破壞, 恐怕被避免下降 五個都可以 另外在同一部劇中, 他是嚴谷豪心的親弟 OK, 終於來到我們的嚴之男, 三井獸 他的配音是連龍塔羅斯 其實算是很大牌的聲優 那句經典到爆個台詞, 我想打籃球 不用介紹吧 就連很多沒看過藍多章的人都聽過這個 你想想多經典 他演繹的三井, 我只是用四個字來形容 無可挑剔 除去配三井之外, 戰狂太郎再配聖鬥士 差不多是最厲害的黃金聖鬥士 雙子座的薩卡 其實每次看到三井刮雲霧的時候 我腦裡的情景都是這樣的 和網球王子裡第一個用出這些反人類招式的清學部長 守寵閣江 還有一個我超愛的遊戲角色, 諾哈人X系列中的ZERO 雖然玩遊戲的時候, 你們都會聽到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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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真的太喜歡他了 至少他這個配音我一定要知道 接下來, 終於到我們的主角, 櫻木花道 好, 天才! 天才! 天才櫻咕雲! 好, 他嚴格! 天才櫻咕雲! 本領発起! 那他的配音草鳴, 我覺得是整個男人也有最辛苦的一個 就是每個一集的台詞 都對得到呼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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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但這些完全沒有影響到他發揮 即使是日常搞笑還是緊張的比賽 該勢力的地方一樣表現出來 在他的聲線中,我們是感到英目的努力和認真 就是英目的這種氣質 過了幾十年都可以感動到無數人 有生之年生我想聽到英目的名台詞 你人生最光榮的moment是什麼時候 知道下兩句留言區或彈幕打出來 讓我看到我們有多少個自己有 那草美藝除了英目外 還有一配傳說系列的第一代主角格雷斯 魔蝶座的黃金聖鬥士Shula 我老實說我幾害怕雙北的人用過今早中的球場炸飛 還有龍珠中我最喜歡一個合體前一的角色 未來杜拉格斯 壓軸的果然也是這個人 有親我們的流川鋒 那他配音六川鋒 可以說是日本男星頭部的頂流 他配的流川真是正的 首先六川鋒絕對是帥氣的聲音 一聽他開聲我整個人都濕透了 雖然說流川的台詞其實比較少 但他每次開口說話你都可以感覺到流川的好性和執著 傳聞他的聲音是帥氣的 在酒吧裡有人聽他說話 直接就問他 不如過來做牛郎吧 另外看他平時和英姆吵架 都是看灌籃的好大的樂趣 據說當年人工是按雜數來計算的 即是同一集的東西 英姆的配音草蜜藝說幾業子 六川鋒說幾句話 而且可能還有幾句屌英姆 所以當時草蜜藝常說六川鋒騙人工 那六川鋒除了配流川之外 居然還有配我們的防守之神慈上大佬 那除了灌籃 六川鋒還有配高智能方程式中的身調直揮 機械人大戰中的傳奇機體 諷刺魔裝機神的駕駛員安藤正樹 新機動戰技W的主角 潮艦駕駛型的齒組希羅由 一拳招揚中狂奉不擊的臥狼 S9 把大物資撇招了 聰明 你會看到你會看著怪人的怪狼 把你都全滅了 不過這裡是行東西 最後我要介紹的這傢伙 由於劉川鋒的角色實在太經典了 在很長的時間 只要有籃球的東西加陸川崗 就劉川鋒 那很多動漫愛好者都是這樣認知 Until這傢伙的出現 我會想在這場的地方 你會想到此之間 你會想到此的地方 它們都會出現 你們全都在這裡 你們全都在那裡 你們全都在這國 你們全都在這場 你一定會死定嗎 沒錯,他就是黑子籃球最終將The Last Game裡面的大BOSS Nash 對,連名字和NBA的拿樹都是一樣的 這位Nash就在美國打了幾年球 打了出名之後,就回到日本跟奇蹟世代打一場比賽 我個人都是非常享受在奇蹟世代的合體裡面 不過陸川江配的這個大BOSS,總是給我一種感覺就是 劉川芳後來去美國打了幾年球,練成了一招天魔眼 然後回到日本來打爆奇蹟世代的錯覺 即是安西教練還叫他先做日本第一高中生 結果人家去美國開了天魔眼,直接用超能力來打球 問你拍下沒有? 偷偷地問你一句,你們覺得劉川有天魔眼那一角不夠窄北打呢? 老實說,藍多爾津其實三種語言的版本我都看過 包括廣東話和國語,其實都配得挺好的 但無論你看的是哪個版本,只要你看的是藍多爾津 我們都擁有一份共同美好的回憶 這條片來到這裡都差不多了,如果你看到這裡 覺得這條片都OK好看,給我一個點讚,大家分享 或者是一鍵三連都OK的 我是黃雅仙,那我們下條片見,拜拜 拜拜